咚咚咚咚 菜菜今天吃什么 看看这造型多么的特别呀 你们是不是没有见过 我也偷一次见 来吧放这 这像个什么 发挥一下你们想象里 叮叮叮叮叮 好像是以前的那个小铃铛 是不是上课铃响 以前都是手动的小铃铛在那晃 咚咚咚咚上课啦 好把这个小铃铛放在这 那你们看看猜猜这的是什么 这粉色的是什么 我们也放在这 先把这个宝藏小铃铛打开好不好 我看看哪个宝贝聪明哦 它像一个小铃铛 它还像一个什么呀 想一想哦 它是一个小铃铛哦 哇 是一个小果冻里面还有果肉呢 宝宝你们爱吃果冻吗 吃果冻一定要把它整碎哦 如果你们很小的话一定要把它弄碎了 然后一点一点的吃 千万不要一大口的就吃进去 那样会很危险的 知道吗 哇 哇里面的果肉好好吃哎 嗯 QQ弹弹吧哇 哇 太美味了 我们再来拆这个好不好 再来拆掉这个 你们想一想它是什么 看看它是什么形状的 是不是很难采 那好告诉你们 哇它是一只小恐龙 小恐龙是什么颜色的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是不是红色 哇我们把它打开 今天我们就要把它打开 吃掉 因为它很好吃 所以它不好打开 哈哈哈 我的恐龙你快出来吧 你为什么这么难搞 为什么这么难搞 呀 好了 我的恐龙终于出来了 可能是不希望被我吃掉 哇 你看看恐龙 我偏偏有吃到哈 哈哈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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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草莓味的 真好吃 打开这个 正殿之宝 嗯 你们想想它是什么 这小蜜蜜蜜蜜蜜到了 哇 是一个真果粒 是一个饮料 一个喝的 我们把它打开 挺好看是不是啊 嗯 哇里面是有果粒的 牛奶饮品 还挺好喝的 没有了哦 今天感觉好过瘾啊 喜欢作品的记得点关注哟 下个节目见 拜拜 拜拜